Hello 大家好 我是Gulu 这是我们7月份第一周的减脂备餐 视频分三部分 食材展示 食材备餐处理和九道减脂食谱 如果说你只是想看食谱的话 可以直接跳到最后的减脂餐之作 首先介绍一下这周需要的食材 摊水类的食材也就是主食 我们需要全麦吐司 玉米想要偷懒的话 可以直接买冷冻的玉米粒 原味的燕麦 最后就是糙米 你也可以把糙米跟白米混合 蛋白之类的食物 我们需要鸡蛋 牛奶或者是豆奶 牛里脊肉 鸡小胸 蔬菜我们需要生菜或者是菠菜 取决于你喜欢吃什么 西兰花 彩椒和香菇 我们先来处理碳水类的食材 吐司直接放进冰箱冷冻 吃之前拿出来平底锅烤一下就可以 燕麦加牛奶或水或者是豆奶 做出一大份隔夜燕麦粥 放进冰箱里面冷藏 糙米做成米饭之后 放进冰箱冷冻 玉米取玉米粒 加入鸡蛋 一点面粉 你喜欢的调味料 放到平底锅里面煎熟后 同样放进冰箱冷冻 吃之前拿出来平底锅烤一下就可以了 蛋白之类的食物呢 鸡蛋和牛奶直接放进冰箱里面 冷藏保存就可以 鸡胸肉加盐 黑白胡椒和料酒腌制 放进冰箱冷冻 牛肉用料理机打成牛肉碎 放进冰箱冷冻 蔬菜处理之后 一定要擦干水分 在放进冰箱里面 否则特别的容易变质 生菜和菠菜洗干净后晾干 放进冰箱里面冷藏 香菇 彩椒 切丁或者是切片 放进冰箱里面冷藏保存 鲜兰花稍微复杂一些 需要蒸熟 然后加盐 生抽 醋和白芝麻 做成凉拌鲜兰花后 冷藏保存 接着就来分享三天的减脂食谱 烟袋 烟袋 垂袋 你看 烟袋 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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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